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跟大家来送一个礼物 它是什么礼物呢 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如何能够强身健体 延缓衰老 我跟大家分享的四个方面 每个人都能做到 只要能做到这四个方面 肯定能够强身健体 延缓衰老 好 那哪四个方面呢 其实养生之道 最重要的就要做到 第一个方面 养生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 跪在养德 按照养德 按照字面的解释 就是修养无为而至的德性 就是修养德性 为什么养德是养生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呢 因为养德让你的 长养了你的心量 让你的心量更开阔 让你的心胸更宽广 一个没有德性的人 你怎么吃药 怎么去吃补品 它都是没有效果的 当然关于养德是如何来养呢 我用两句话来给大家概括一下 就是依靠内心的安静 集中精力来修养我们的身心 第二句话就是依靠简朴的作风 来培养我们的品德 你看这两句话就包含了 人的一个品德的一个修养 是非常的重要 当然世界上有很多关于品德修养的 各种各样的语言和方式 这语言都是用很简短的话 来指导你的 掌养你的品德的一些方法 你比方说我们经常听到 这个世间有两件事情不能等 哪两件事 第一个是孝顺 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行善 这些话我们经常听见 为什么这个可以掌养自己的品德呢 那么第一件事是孝顺 为什么不能等 因为老人家不知道哪一天可能就不见了 当我们想起来孝顺的时候 你就没有机会了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是不能够等 就是要孝顺老人 孝顺父母 你把孝顺做好了 你的家风就会好 你的儿女就会学着你一样 去做孝顺你的好孩子 你看这多开心 那么第二个就是行善 我们经常会听见一句话 帮助别人实际上是要帮助自己 这是我是有体会的 就是说你去行善去帮助别人 你得到的回报 这种快乐是非常愉悦的 而且你去行善得到这种快乐是永恒的 所以第一个是行孝 第二个是行善 这两件事不能等 这就是长养得行的一些语言 还有一些语言说 口说好话 心想好意 身行好事 那么你把这几个做到 那么每天好事就会源源不断的跟随你 这都是一些做人的一些方式 一些方法 你只要照着这么去做 你每天就会很遇上很开心 很愉快的事情 也就是说 你是想着好的 那么好的就如影随形 你要想着去倒霉的事 我告诉你 那就真的心想事成 心想事成不光是好的心想事成 你要天天想着去那些倒霉的事 那倒霉的真的就随着你了 所以要想好事 行好事 说好话 这些语言虽然非常的精练 但是都是一些生活的一些方式 非常好 还有一些语言 你比方说 有的人他可能针对你 干了一些让你不开心的事情 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去跟他去吵架 跟他去打架 不是的 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去原谅别人 有一句话经常讲 原谅别人 等于是原谅自己 因为你原谅他了 你就不会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了 等于你 你比方说你要不原谅他 你老记着这个事情 就等于是给你自己加了一个锁 让你心里揪着 我一看他的烦 我一想起就老 我想起来就愤怒 那么实际上是没有让自己快乐起来 所以原谅别人 让自己心胸扩开了 那么自己也就快乐了 这种生活方式非常好 这些话都是 生活当中无处可见的一些话 一些很小的一些 很小的一些事情 可以知道 要掌养你的德性 你才能够 这是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还有一句话 这是我经常遇到的 就是说 比方说有的人发脾气 因为有时候我也会发脾气 你说不发脾气不可能 我看见不开心的事情 我可能那个脾气一下就上来了 那么有一句话 你就记着这句话 我经常记着这句话 就是发脾气啊 是你无能的表示 因为你一生气 你解决不了嘛 你无能 你就是用那个气势 你一发脾气 嗓门也大了 用气势去压倒别人 实际上是压不到别人的 反而干嘛呢 反而把自己给伤害了 你发脾气怒了 怒了以后 他就不开心了 然后呢 你把这个脾气不要发 反而消除自己的业障 对吧 你看有的人 他做的事情让你不开心了 你不发脾气 你把它化解掉 他就让你自己的业障 就消除 所以一定不要轻易的发脾气 发脾气是你没本事 所以这些语言都非常好 你把这些就是各种各样的 当然现在那个网络上也有 有很多很多这些 让你掌养你的德心的一些语言 一些小短句呀 你就可以多看一看 让你身心愉悦 这样你就可以掌养你的品德 所以养生最重要是养德 也就是把你的心量养大 你的心越宽 你的情绪 你的身体就越好 你就非常开心 非常快乐 那么这是第一点 一定要做到的 那么第二点要做到呢 就是你要养成一个 有规律的运动的一种生活方式 有的人说我现在身体很健康 你看我觉得年轻人特别多 我觉得我身体很健康 我一到医院去检查 我所有的指标都是好的 没有一个不好 我不需要锻炼 那么我就告诉大家 有病当然是要锻炼 没有病更要锻炼 为什么 它可以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可以预防疾病 你比方说我们在锻炼的时候 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机体的活力 让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 充满活力 我经常有些视频跟大家讲 就是说生病了不是人生病了 是人的细胞生病了 因为你不运动 长期比方坐着或者站着 那么长期这个细胞 它不运动 长了以后它就缺氧 缺氧就生病了 所以现在很流行的就是叫 细胞什么什么什么营养品 都是因为细胞长期处于休息的状态 你要去有规律的进行运动 那么你就让这些细胞活力 增加活力 把它流动起来 这样它就 人就少生病 可以让它延缓自己的疾病 延缓衰老 有病可以把这些好的细胞 掉动起来以后 把那个很差的细胞 或者那些有病的细胞 给它对抗掉 这样病就好了 身体就健康了 当然我有很多的视频 都是分享如何去运动 大家可以有机会 可以去找一找 一定要记住要找一个 适合自己的 有规律的长期的运动 让自己身心都很健康 这是第二个要做到 不难吧 你看第一个是养得 就是心要开 要宽广 第二个呢 要有规律的运动 其实很简单 对吧 好 那么第三个养生 我们要做到的就是 我们的精神 情感 以及心理的状态 都要平衡 我们经常听中医这么讲 就是 喜伤心 就是你要 大喜啊 控制不住自己的 控制不住自己的 平稳情绪的时候 就突然一下大喜 会伤你的心脏 这叫 喜伤心 那么 怒伤肝 你要特别愤怒的时候 你就伤你的肝脏 所以肝脏不好的人 就是脾气特别大 这叫怒伤肝 那么 思伤什么呢 思伤脾胃 你要就是 老在思考一个问题 或者老在思念一个人 那么 就会伤你的脾胃 忧伤肺 有人喜欢咳嗽 为什么 就是你的忧心忡忡 什么事情就是 想不开啊 欲在那个地方 忧伤肺 最后一个呢 就是恐伤肾 你在特别恐惧的情况下 害怕的情况下 就会伤害你的肾脏 所以为什么我说 这一个很重要呢 就是你要保持你的 心情 情感 和你的精神 在一个很平稳的状态下 就是你不要大怒 大喜 大忧 大事 大忧 大思 大恐 就不要太过度 有的人可能 比方说一下中 大奖了 我们以前听说过这个例子吧 对吧 就是一下中大奖了 哦 人没了 就是因为 他太大的喜了 就狂喜 心脏 给伤着了 可能平时 心脏也有些问题 那么一下子 狂喜以后 哦 没了 看有人打麻将 以前我们 在四川的时候 四川是最流行打麻将的 有些人一下 什么最大的子摸 摸着了 一高兴 人倒下去了 这都是大喜伤心 造成的一些恶果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平稳的心态 就是任何事情发生了就发生了 高兴的事情发生了也要发生 保持我们的情感的平稳 当然要做到 不容易 要锻炼自己 不要大喜大悲 大怒大恐 这个对身体 是非常有伤害的 那么这个 这一点呢 其实要做到也不难 就是你把任何事情把它看淡 佛家里面讲 看淡放下 万事带不走 万贯家产带不走 唯有夜随身 就是你做的坏事 都跟着你在 你走哪去 哪怕你到 西方极乐世界 到天堂 这些坏事 它都会跟着你 但是这些 钱财 我们认为是好事 没有的 你看家产万贯 多大的房子 多大的地 能带得走吗 带不走 所以我们要 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 不要大喜 不要大忧 不要大恐 不要大怒 做到这一点 你也可以让你能够 健康 能够延年益寿 你看这三点也不难 对吧 那么有的人会跟我讲了 说我呀 我郁闷的时候 你说起来很简单 我要保持平稳 但是有时候 很郁闷 很优势 你比方说 我工作 学习 生活 家庭矛盾 朋友之间的一些误会 领导跟领导 就是跟领导的 那个处理关系 人生活就是一直在矛盾当中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我没有办法宣泄 我就会愤怒 有的人愤怒 可以看到他们没有办法 他们可以自己去 赵子强去打 或者去运动 这些都是一些 要把它宣泄出来 那么我们如何做到 能够让你能够平稳 那比方说 我今天 我到黄金海岸来度假 这也是我一个 我平衡我自己 心理状态 或者一种精神状态的 一种好方法 那么方法有很多了 我呢 就是 如果这个人不宣泄出来 他就有一些很多的疾病 在跟着他 因为很多的病 其实 当然也有不良的生活习惯 也有自己的一些 不好的一些 那个生活方式和隐私方式 造成的 但是 由于你自己的那种郁闷 没有宣泄出来 这种病 他是一直跟着你 所以有些慢性长期的病 他们都是由于他的心情 没有开 造成的 你比方说 我打一个 我亲身经历的一个例子 就是 我的姨 我大姨 但我现在大姨已经有九十多岁了 我们家 我母亲家 有长寿死 我的姥姥也差不多一百岁 在我 我就讲我大姨的一个实力 就是在我祭祀的时候 也就是几岁的时候 我大姨 给我的感觉就是病病歪歪 一天到晚就躺在床上等 因为我老觉得他怎么这样呢 到医院检查没什么病的 因为那个时候 你想现在的九十多岁了 那个时候的人 他们都不去医院检查的 都觉得好像没什么病 就这么救过的吧 反正一看着他就是风能吹得倒 说话没声音 说话说不出声音的 一天到晚就一看着他就床上躺着 后来我才发现 一直在我 因为我很少见面嘛 我可能十年左右才回去一次 去看看他 那么我在前几年我回去以后 我就觉得我的大姨怎么越活越精神 现在都九十岁 九十多岁了应该 身体越来越好 后来他女儿就告诉我 说我呀 我带着他去喊三 因为我说什么叫喊三呢 他说我就是把他早上带着去锻炼身体 然后呢 因为他说不出话来 那个气就短 然后我就告诉他 你就锻炼三里面就大声地喊 喊了一个月 好了 啥病都没有了 后来我就问他的女儿 我说他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他就告诉我 因为我大姨跟他的老公啊 他老公特别强势 就是我大姨可能十来岁的时候嫁给他呀 大姨的老公就压制他 他在比方说在家里没有地位 我大姨父的脾气特别不好 就经常的去就吼他骂他 他在家里没有地位 所以他就老是自己憋着忍着 长年累月 就憋出了什么呢 憋出弱不经风 不能说话 他因为他不敢说话 他是这种心病造成了他压抑 后来我大姨父去世了 然后呢 他女儿带他去喊三 所有的病行好了 身体越来越健康 这就是我 我说这个例子就是说 你无论哪种方式 你要把它宣泄出来 你看我大姨就用喊三的方式 把他身体治好了 所以有些病是可以 你比方说有些心理医生 这些都是心病 特别是长期不好的疾病 医生看不好 在医院检查没病 但是你不舒服的 像这种情况 都是属于那种精神 情感 以及心理的状态 造成的这些疾病 那么你要去检查你自己 刚才就对症了 你到底是不是大喜呀 大怒啊 大悲呀 大伤 你就去对号入座 哪个方面你有问题 然后你就针对这些问题 去宣泄 你可能一宣泄完了 你的病就好了 这就是一个养生 重在养心 要把你的心调好 你的心情平稳了 你的身体就好了 你看这个也是一个 非常有效的一个 养生之法 每个人都可以对号入座 来调理自己的身体 这是第三个方法 那么第四个方法了 那就是要均衡饮食 均衡饮食 就是你要均衡营养的吃东西 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了 只要身体好 你要管住嘴 你不能够觉得好吃 你就猛吃 比方说现在外面烧烤啊 油炸啊 或者是一些 或者是单一的食品 你比方说有的人喜欢 吃一种食品 比方说我吧 我以前就是一个辣椒王 我特别能吃辣椒 多辣我都不怕 你看现在呢我就 也吃偶尔馋的时候 一个月两个月 我跟自己定一个目标 两个月吃一次火锅 实在熬不住 一个月吃一次火锅 因为我实在是喜欢吃辣椒 实在是喜欢吃火锅 那么我就给自己定一个目标 所以生活是需要自律的 你要想身体好 想漂亮 想年轻 想延连易寿 一定要有自律 自律就是自己管住自己了 对吧 你喜欢吃什么 你跟自己要定一个目标 要怎么样均衡饮食呢 就是我一直在讲 就是均衡饮食 营养药 均衡 我们不要说 吃东西不要 不要素着 我说素着就是 不要吃喜欢的东西 老吃要有营养的东西 横向着吃 要吃所有的营养 所以我经常讲 每天要吃多少 30种食品 30种也不行 20种也行 你最起码跟自己定一个目标 我每天要吃 先开始我10种 我一天要吃10种食品 我慢慢增加到15种 20种 最多30种 我每天要吃这么多的食品 来保证我身体的能量 因为每一种食品 有不同的能量 有时候 你比方说 红的 黄的 绿的 黑的 各种各样的颜色 叫五色 五行 有各种各样的食品 各种各样的味道 来配搭起来 补充我们的能量 这样才能够让我们 身心健康 让我们能够得到一个 很好的一个 就是身体的状况 你看 这四点 只要能够做到这四点 每个人都能做到 其实说起来这四点 难吗 不难 要做起来 给自己一个自律的 一个方法 给自己定一个目标 我经常会跟自己定目标 你比方说 我这一个月 我应该怎么去做 你比方说 我现在可能出来休假 我可能就吃得多一点 因为为什么 因为好吃的东西多 对吧 出来吃 好吃的东西多 而且心情很愉悦 可能又长胖了 那么我就说 我一回去 我要怎么去运动 我怎么去饮食 来把我长胖的 这几斤 把它剪掉 这就是一个 自定自己的目标 自律的生活 健康的生活方式 所以我希望 今天这个视频 能够帮助到大家 来给自己 制定一个健康 养生的一个 好的方法和目标 虽然今天是初五 我跟大家拜了财神 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 但是我可能播出 这个节目的时候 已经过了初五了 但是我希望大家 见到我这个视频的时候 就相当于 每天都在过年 开开心心 健健康康 每一天 好 今天的礼物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 健康 快乐 平安 喜乐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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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